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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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是呀!你今天帶了劉感針沒有? 沒有呀!你帶了嗎?我還沒有時間去排隊 排隊?其實可以上網預約 你用我之前幫你單個一戶通 就可以在那裏直接預約 為了協助居民管理健康 衛生局核下多項服務 現已經登陸澳門公共服務一戶通 用戶透過一戶通打開我的健康介面之後 即可查詢個人醫療記錄和個人疫苗接種資訊 打過甚麼針、吃甚麼藥都可以清晰顯示 同時已經開了金卡的市民 亦都可以選擇在這裏預約接種流感疫苗 透過一戶通預約相關服務的流程 簡單快捷 我們點擊接種流感疫苗預約之後 就醫指示選擇就近的衛生中心 以及自己方便的時間 再用電話接收並輸入驗證碼後 就完成了預約流程了 接種流感疫苗預約夠方便之外 在這個門診服務的頁面裏面 還有很多變節功能 我們透過門診服務 即可隨時隨地辦理衛生中心門診預約 非預約門診取緒和醫院門診轉介 這些服務的申請流程同樣簡單快捷 只要按指示填寫即可輕鬆辦理 同時亦都可以在這裡查閱個人的 醫院轉介紀錄和門診預約紀錄 功能都幾齊幾方便 我這麼巧下星期有時間 一於就預約那天做了 方便的功能還會陸續有利